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给各位看的是 Blender里面有一个叫视角 那刚刚已经有同学用到这个东西 因为你要摆东西嘛 你不是要把东西摆进去 结果摆进去之后没看到 因为你的相机没有照到它 那所以这时候你就需要使用相机视角 再去摆,这样比较容易看到 那它有很多种视角 第一个视角叫做使用者视角 一般的情况我们都是在使用者视角 就是你只要有转过的话 就是使用者视角 那视角呢 它在下面的View 这一个功能表 上面有很多个 第一个是相机视角 Camera 第二个是Top 顶视角 从上面看下来 第三个是Button 底视角 从下面看上去 然后Front 从前面看过来 Back 从后面看过去 Right 从右边看过来 Left 从左边看过来 然后呢 Cameras Cameras 你可以 如果你有很多台相机 那你可以选择其中一台 各位如果看过人家在拍电影 你会知道他们拍电影的时候 绝对不会只用一台相机 会很多台 越大规模的电影就越多台 即使是摄影棚 小小的电视 它也会有好几台相机 那所以因为有了好几台相机有一个好处 你可以切 切那个 在某一个瞬间 从这个角度切到另外一个角度 那如果你 你只有一台相机的话 就很难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通常拍片的时候 会有好几台相机 同样的 我们在 做动画的时候 有时候 你也会有好几台相机 让它可以突然之间从这个视角切到另外一个视角 好 那这个是视角的功能 那所以呢 为了要 能够清楚的 看出视角的差别 有哪些物体 是前后左右都不一样 大概猴子头是比较能够展现这个特性 因为你如果用个球 那不管什么视角看起来都一样 立方体看起来也差不多 那大概 以所有预设物件里面 只有猴子头是不太对称 那这个 这个 你新增一个猴子头 就比较容易看出视角的差别 那 它还有一种视角叫做 TACO Quad View 这个 TACO Quad View呢 它是指说 我切换到四个视窗的视角 这种四个视窗的视角呢 它一次就帮你把顶视角 前视角 右视角 跟相机视角 呈现在同一个画面里面 OK 那这种在很多地方其实蛮好用的 Dance Blender还有更好用的 待会再跟各位讲 那这种最简单的是 你同时要看很多面的时候 你用这个Quad View 四种视角 会很容易观察到各个面向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操作一下这个视角的检视 那操作完我们这份头影片也就完 来 我们看一下 好 现在呢 我其实我放了已经放了一堆东西了 那 东西可能太多了 来 我们先切到相机视角 那你会发现 OK 这里 有个猴子头 但是呢 这个猴子头好像 好像没有对着我 那没有关系哦 各位 你可以看着 这一个东西 这个是旋转 这个是缩放 我们把它转一下 有些人会觉得 这个好像不太像猴子头 这样看就比较像 OK 这是不是一个猴子头 OK 那其他的就暂时先不管它 我先确定 OK 我 我 这一个相机视角照到它正面 好 OK 那 这时候我们来选一下 顶视角看起来会怎么样 顶视角看起来会这样 因为你从上面看下来 确实 会有这种效果 那 那 我稍微选一下这个灯 好 那 这是我们的选取物体 那 3D游标 OK 顶视角看到的结果 那 接下来呢 底视角 整个反过来 然后呢 正视角 正视角看过去 那你会发现我们 田田圈放在下面了 你也可以把它移动 好 那要移动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 按滑鼠的右键 过去 点一下左键 就可以放 那事实上还有更快的方法 等一下再说 好 那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看到正视角 看后视角 看后视角 这后视角 然后右视角 左视角 OK 你会觉得好像都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东西太多了 所以其实辩论不清楚 所以你可以稍微 简化一下这个世界 只放一个猴子头 按X可以把它delete掉 X 那我现在先来切到正视角 那这样子我们看起来会比较准一点 好 然后我 切到正视角之后呢 有一个东西你可以试 就是view perspective 或osconal 这个如果点一下 你会发现它变平面 OK 然后呢 再点一次 它又变立体的 平面的有时候反而 在某些建模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好操作 那所以我如果在这边 平面的情况之下 我点这个 我位置会比较容易掌握 因为3D的毕竟多了一围 那平面的 然后呢 我在这边新增一个猴子头 这样子我比较容易看出 它视角的差别 OK 这样子 平面的 正视角 那 我现在再让它点成立体的 你这样子看的话 你会发现说 OK 这时候我再用顶视角去看 把猴子稍微移过来一点 OK 用顶视角去看 你就会觉得很清楚 因为它是从头顶看下去 OK 然后再来用底视角去看 下巴看上去 对不对 用正视角 OK 正面 用后视角 看到 看到猴子的背后 后脑勺 右视角 左视角 就都不一样 所以当你只有一个猴子头的时候 反而比较容易看出 它是哪一个角度 如果一堆东西很乱 我们就不容易掌握角度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这个角度 那相机视角 OK 就是你相机 因为我们的相机是在斜的地方 是在斜的这边 所以我们的相机视角 是从这个斜的照过去 一般来讲 预设的相机会从这个斜的角度 看起来会比较好看 那这个是我们的视角的观念 所以各位试试看 是的 这是 expiration 你会认试看 也爱